廢棄物一旦被當成垃圾丟掉 就沒有辦法再利用 我們今天來到位於 迎藍羅東的飾品公司 很特別 他們把不要的電腦廢棄零件 做成了很可愛的機器人 這裡就是工作室了 可是跟我想的不一樣 因為比較像工廠吧 大廚現在在做什麼 我現在在做機器人的身體 是這一塊嗎 是啊 它是哪裡 它是主機板裡面的電容 它其實是提供給 其他電子元件的一個電力的所在 所以它就是提供它的電力 對 那怎麼開始 我們就很簡單先把它掰一掰 然後就把它拆下來 這個就是電容 這是機器人的身體 是啊 但是我們把它鋸開之後 我們去外面的旅客 這個電容器還要再打磨 讓它變得光滑 再打洞才可以開始組裝 過去一場凸垂是哪個階段 就是把電容器的膠膜磨破就不能用 就淘汰了 就淘汰了 那怎麼會皮開肉棧 因為我們鑽洞大概是1.1mm的部分 所以一不小心閃水就會插到手指頭裡面去 指甲流血喔 對啊 很痛耶 會 呃 會 會長痛 但是你還是要做 像小機兵的機器人已經完成了 它的身高只有3公分 所以螺絲非常的小 很傷眼力 製作完成大概需要半天的時間 但是呢 使用電容器的創意 也讓它成為另類的台灣之光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電容器機器人 其實已經透過展覽的方式 賣到國外 包括新加坡 馬來西亞 還有中國大陸 推廣的同時 它也是一場環境教育 而最近呢 也開始教大家DIY 先用小的螺絲旗子 然後把手的部分先鎖在機器人的身體上面 可是都一塊一塊的 我看起來不像機器人耶 它組裝起來就變成機器人了 接下來新飛要陪我一起DIY了 開始吧 實際參與DIY的過程才發現不容易啊 光是鎖螺絲就鎖了老半天 難怪大雄鑽洞的時候 會鑽到手指頭流血了 要把廢棄物變成可以商品化的藝術品 有很長一段路 再來看有業者 的確就把其他的廢棄物做成了家具 大型繳碎機啟動 把來自公園 健身房 成千上萬片的老舊地墊 統統吞進肚子 再吐出大小不一的細碎顆粒 這些地墊的前身 原本就是廢棄輪胎 現在回到工廠 有一次被賦予新生命 輪胎的回收廠要破碎之後來到我們公司 我們還是會進行 棉絮跟鋼絲的一次 在比較細膩的一個分離 我們分離好的一個橡膠顆粒 去做一些篩選 有大顆小顆的一個分離 細碎的橡膠顆粒過篩之後 注入膠水進行混料 仔細趁精論量有足夠重量 地墊才能穩固扎實 接著倒進成型機 以90度高溫烘烤半小時後 長寬50公分的方形地墊就壓制完成 這間位於屏東的工廠 做了20幾年綠色生意 沒有鍋爐廢氣也沒有廢水 橡膠廢料製成的產品 除了透水有彈性 吸音 隔熱 耐熱外 還能百分之百不斷回收活化 無限循環下去 橡膠粒要變得多姿多彩 連怎麼上色都是獨家know how 仿製映染背景出身的吳童發 不僅打造各種地墊 還做出含水性高的植草磚 耐撞車墩 甚至屋頂防漏建材觸角越來越廣 不過台灣每年回收約12萬噸廢輪胎 其中只有20%磨成膠粉被運用在製 如何讓廢輪胎發揮最大價值 是一大課題 有國外的OEM 也有國內的一些配合的廠商 比方說像燈 因為我們也想把廢橡膠的部分 從公共工程的建材 轉到比較多元化的各個場域的一個用品 蛋公室文具小物全用廢料打造 上游回收廠有材料 下游業者有設計腦袋 雙方合作研發 要把人們眼中的垃圾變成一門好生意 這把椅子主要使用的材料就是回收的橡膠 它防水 然後基本上輪胎的橡膠它比較耐高溫 廢氣橡膠變厚實已墊 保特瓶載製的布織布搭配回收安全帶 套上泡棉腳料也是一張時尚座椅 誰能看得出這些辦公室用品 或有棱油角的造型壁� 其實是電路板玻璃纖維粉末 與液晶面板玻璃巧妙混搭而來 在歐洲他們有一些規範 就是有規定說有一些商品 你一定要添加多少筆的栽生材料 所以他們已經慢慢的養成 他除了回收的配合以外 他也配合去購買這些 含有回收物料的這些產品 我們已經慢慢的這一批群眾也越來越多了 工作室裡隨處可見報廢筆電 連家電繳碎後的顆粒 都被拆散了 當成寶 環工背景出身的王家祥 三年多前集結工業設計師 及藝術行政人才專研廢棄材料 希望將廢料的全新用途 引進各個產業 但如何吸引企業加入 並提高市場接受度 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 發揮空間很大挑戰也不小 如果回收材料 因為沒辦法均質化 你要去做更多的處理 那他可能價錢差不多 企業是沒有優因想要去使用 怎麼把這個材料 做成更高質化的東西 去取代更高價的原料 這樣子的話 他相對的差異性就會比較大 灰色粉末 殘水攪拌 質地均勻後 在模具中鑄漿 置放鷹乾再脫模 製作杯墊像做手工藝 全靠溫濕度控制 不需搖燒 製成低碳環保 燒煤炭的煤渣 就是我們講的肥灰 那還有一些那個 做鑄缸的時候的一些 算是爐石啊這些材料 原則上85%都是回收材料 一般純水泥每公斤價格7塊多 來自火力發電廠的肥灰爐石 雖然貴上四五倍 卻吸水透氣能無限循環使用 工業設計背景出身的蔡信煌 與上游回收業者聯手 研發一年多才找到廢料好去處 測試的方法很簡單 就只需要噴一下 看它的吸水效果快不快 有沒有 它吸水效果都很好的話 我們就說這個OK 別人不要的廢氣材料 吸水特性比水泥還要好 但比例失衡可能無法吸水 沉澱物太多也會影響外觀 或質地過軟無法成型 廢料再利用不如想像中簡單 綠色低碳環保 台灣廠商卡位循環經濟 以製造業實力當後盾 應用面正無限延伸 TVB的新聞李亞南帶遠利 台南採訪報導